就是一种旋律就是一种音乐 所以在这种氛围里面 你想要搞创作是很容易的 很容易的 因为那些音源 现在都没了 那有的人 台湾文化大革命局说 要创造新文化 旧的文化累积了70年的旧文化 都很难创作了 结果还要有新文化 真的是不知所云 灵表提气 乌乎伤哉 所以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这个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那有的人会觉得说 老吴你太厉害了 又飞又潜水 又风浪板又是飞行骑马 这些玩意儿 这些玩意儿都是因为以前耳濡目染 环境刺激 人是实地物的刺激 所以我会觉得那些有兴趣 还有戏曲什么玩意儿音乐 乃至表演等等的 就是因为环境里面很多这种高手 刺激到你的学习欲望 因为好的东西大家都会见闲思奇 这是怎么回事 当这环境里面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了 你学个屁 这就是我们台湾文化大革命局 在搞的这种文化 所谓消灭健身文化的行为 就是这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你把这水土破坏了之后 就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弹河文化 以上跟各位分享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